大家好,今天是11月18日,星期四,中午半日市 今天恒生指数有点固压,跌三百多点左右半日 初试50天线的位置 大家知道我过往一直都很紧张50天线 最好站得稳,站得稳的话都是一个基本回调 反弹浪仍然看上方大概26,500左右 就是8、90月的高位 市况稍微不稳定,因为隔夜美股方面 虽然美股不是大跌,但中概科技稍有沽压都大 回来好几只科技股,都要跌有些过半成 阿里巴巴的业绩当然值得期待 期待的意思是说它会左右到市况 当然预期就不会怎么好,又要看管理层说法 还有腾讯出了业绩之后都没什么表现 阿里巴巴也不用预期太多了 暂时来说,汽车股仍是信靠得住的 因为外围虽然Vivian方面沽压价格大 有A股的强势,有A股政策方面 我觉得那些汽车股仍是可以看好的 恒之先看着推断,继续看着汽车股 应该会跑赢的